我感觉就是从领证那天开始 可能寓意就是我俩就不应该在一起 就是错误 都有寓意了 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俩摆了定好 说我过生日前领证挺有意义的 然后我朋友正好是摄影师 我说他给我俩那个跟拍一下 然后留点纪念 我说那就下午去吧 上午不是能守着守是吗 那哪有 我们长辈都说是上午去领证 哪有下午去的对不对 下午都是去离婚的 不是我不知道他从哪听就这些 其实那就上午去吧 北方办婚礼有这么的说话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看这些毒鸡汤 然后我说那就上午吧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约好 我说那个十点 他在那个民政局门口等我俩 然后我前一天跟他说 我说九点五十 我上他楼下接他 太打好好的 第二天我到楼下了 跟我发微信说等他一会儿 我说行 然后等了半个小时还没下来 我说我打电话也不接了 我说他咋回事 他这是不想去还咋 你知个生啊 过了一个多小时 十一点多才出来 嗯 哎呀我就说贼无语你知道吗 你都请摄影师 我不得好好化妆打扮一下 准备点小道具啥的 那领没领啊 他就是没提前跟我说人几点休息啊 民政局中午休息不是常识吗 你还有什么可赖我的呀 我也没看时间 你不会提醒一下吗 然后我说那就上午领不上 那反正就中午到上下午去领呗 我都说了下午不能领证 反正最后就是不情不愿地领上了 是当天领的吗 不是 因为我朋友吧 都知道我过生日一天有领证 然后都问我说看看照片啥的 都问我可尴尬了 我现在赶紧第二天敲摸的再给他领上 他就不干 那结婚是随便一天就领的吗 第二天日子也不好 怎么去啊 我俩出对象的时候都挺好的 这次算是第一次大吵 那第几天领的结婚证啊 过了两三天 反正也就是挺坎坷地领上了 领上之后他就搬了跟我一起住了嘛 我俩就住一起去了 住一起之后我发现真的老压抑了活的 因为以前我自己住就是自由惯了 然后他这个人特别爱感情 而且就我觉得爱感情都有点到变态那种地步了 就是我每天就是下班回家挺累的 我想直接躺床上歇会儿 他不让 必须得是洗干净了之后 换上睡衣才能坐床上 然后上地毯上必须脱鞋 我就是特别无语 我感觉这都是小事 你说他一天上班对吧 工厂那个也不干净啊 天天坐公交挤地铁的 那身上得有多少细菌 你直接躺下我怎么睡觉啊 不是他就是这种小奇大作 我就感觉 而且就是那最过分的一次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一个美容仪 我没见过这啥 我就好奇 我就看看 被他看着了就炸了 就开始跟我撂脸 就不乐意了 我那美容仪 我是洗干净脸 洗干净手 就干净的状态上 我去用在脸上的 你也没洗手 你摸我还怎么 我摸我妈能怎么呀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摸一下 也不至于你就扔了吧 我没法用了 我留着干啥呀 我查了一下 那晚上卖挺贵的呢 它就是贫了 你不觉得这特别浪费吗 那你说是到时候我脸坏了 看脸贵还是买那美容仪贵呀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